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恐怖电影《鬼灵》 女主阿美是一间报社的记者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鬼魂的报道被人威胁 为了阿美的人身安全 报社希望阿美能暂时躲躲风头 再一次被跟踪后的阿美 无奈之下选择住进了姐姐小家的闲置公寓 想要继续写完自己的报道 第二天夜里阿美搬到了姐姐的家里 并收拾出了一间角落的屋子 让自己来写作 当天晚上阿美又收到了一封威胁的邮件 最后还有一串奇怪的电话号码 当第二天阿美去换手机号码时 突然想到电脑里突然出现的数字 觉得是缘分 便选择了这个号码 这天下午阿美和姐姐小家去逛街时 电话突然响起 这个时候旁边的侄女儿圆圆接起了电话 突然圆圆仿佛听到了什么恐怖的声音 开始大声尖叫了起来 阿美急忙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带圆圆去看医生时 而医生却说 圆圆并没有什么问题 当天夜里 阿美回家的路上再次接到了奇怪的电话 还没有来得及听清什么时 电话就挂断了 就在这时 阿美看到路边有一个正在雨中等车的女孩 阿美不忍心让女孩上了车 就在快要到家时 阿美突然看到前方有个身影 并撞了上去 阿美下车查看时 却发现车前并没有人 就在这个时候 车里的女孩也消失了 受到惊吓的阿美回到家 想要整理自己湿透的衣服时 突然看到水管里流出了头发 奇怪的阿美再次抬头时 却看到镜子里闪过一张恐怖的鬼脸 这一切让阿美的心里感到很奇怪 画面一转 晚上小家正在和丈夫缠绵时 突然在床边看到一张阴沉的脸 这让小家心里一惊 丈夫阿泽转身后 就看到是自己的女儿 小家将这件事告诉阿美后 阿美想到 圆圆自从接到纳通电话后 举止就变得越来越奇怪 晚上阿美想要和圆圆谈一谈 这个时候 圆圆却突然告诉阿美 自己爱阿泽 小美以为圆圆只是很依赖 爸爸阿泽而已 便没有想太多 夜里震当阿美哄圆圆睡觉时 又一次在镜子里看到了一闪而过的鬼脸 接连的发生怪事 让阿美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随后开始调查手机号码的来历 却意外的发现 用过这个号码的人都莫名其妙的死了 阿美感觉这一切并不是巧合 镜头转到第二天早餐时 圆圆在看到阿泽送给妈妈的鲜花后 突然生气发狂 将三个人的合照摔了个粉碎 小家看到圆圆极端的行为后 感到很害怕 随后带着圆圆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小家 这个年龄的孩子难免会有依赖父亲的表现 并说这些现象只是暂时的 不需要太放在心上 第二天 阿美开始调查号码的用户的真实死因 希望能得到一些线索 可是却并没有什么发现 晚上回家后 阿美被噩梦惊醒 转头却突然在镜子里 看到一个正在弹琴的女鬼 这一切让阿美的心里感到很害怕 第二天醒来 阿美找到了号码的第一个主人 却发现还在上高中的小米 在某一天突然失踪 随后伤心欲绝的母亲注销了手机号 阿美心里觉得有些不对劲 随后来到小米的学校 想要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同学灵灵告诉阿美 小米上学时曾经谈了一个男友 但却从来不提起男友的身份 突然有一天 男友和小米断了联系 这件事让小米伤心崩溃 后来灵灵不小心看了小米的笔记本后 才发现小米已经有了身孕 随后小米就离奇失踪了 而当阿美将这件事告诉阿泽和小家时 却被阿泽阻止 并叫阿美不要再管自己家里的事 但阿美不希望远远受到伤害 便要继续调查下去 后来灵灵告诉阿美 学校一直流传小米是被人杀害的 冤魂不散回来报仇了 疑惑中的阿美再次回到小米的家 却在小米的日记本里 看到了阿泽一家的合影 知道死事的阿美回到家后 却接到了姐姐的电话 说圆圆突然失踪了 挂断电话后 阿美听到了门铃声 想要前去开门时 发现门外并没有人 进到屋里后 却突然看到圆圆在房间里弹钢琴 得知圆圆是被小米附身后 阿美要小米放过圆圆 而小米却并没有理会 转身走上了楼梯 这个时候 小家及时赶到 想要救圆圆时 却发现楼梯门被反锁 两人眼睁睁地看着圆圆 滚下楼梯昏死过去 两人急忙将圆圆送进了医院 这个时候 阿美想到圆圆从楼梯滚下的那一幕 便急忙回到公寓里寻找线索 回到房间后 阿美的电脑里又开始出现电话号码 最后惊慌下的阿美想要拔掉电源 却在墙里看到了头发 最后就看到了小米被封在墙里的尸体 阿美惊慌下转身要逃 却突然看到阿泽被杀死在走廊里 这个时候 小家从黑暗处走了出来 告诉了阿美事情的真相 原来小米和阿泽在一起不久后 便被刚回国的小家撞到 小家利用阿泽出国的时间 约小米见面 并想要说服小米放弃这段感情 而小米却认为阿泽是爱自己的 不愿意妥协 气急之下的小家和小米动手 两人扭打在一起 小家不小心将小米推下楼梯后 才发现小米已经死了 怕尸性败露的小家 就将小米的尸体埋进了墙里 阿美想要劝姐姐不要再继续错下去 而精神崩溃的小家 却将阿美打晕过去 想要毁尸灭迹的小家 将汽油洒满了房间 正要点火时 突然看到墙里死去的小米 突然动了起来 最终小家惊吓过度而亡 好了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